每人都有壓力 其實每人都有壓力 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或面對壓力 有些情況是當我們壓力來到 我們只是埋頭苦幹去處理壓力 但其實忽略了去照顧自己 長期這樣都會影響到我們身心靈的健康 身體可能會頭暈 會頭痛 會有腸胃不舒服 可能會心跳加速 可能會覺得很疲倦 其實在香港來說 抑鬱和焦慮是最大的問題 在2013年香港有一個調查 看到有13.3%的人有普遍精神病患 我們只是說抑鬱和焦慮 就算很忙也好 或者很緊張 或者很生氣也好 我也偶爾會提醒自己 休息一休 通常在洗澡樓 就會自己做呼吸的練習 或者我會叫同事給我一杯茶 令自己停一停 不要繼續將一個不太好的情緒蔓延 休息一休息 再想想 可能反而又會想得通 精神精神學會 精神精神學會一直都關注身心靈 我們覺得健康有身心靈這三個元素 才是比較健全的健康 我想小優的方法最重要是 那個人是自己自願想做的 其次就是一些很簡單 不需要勞施動眾的方法 所以剛剛說喝茶 又或者是累了跟同事聊天 看看綠色的植物 又或者透過剛剛說的APP 一個靜觀的方法 做一個三分鐘的靜觀呼吸 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們 第一步覺察當下 留心這一刻 留心這一刻 你的身心狀態 靜觀我們都會做很多伸展活動 即是怎樣去探索自己的身體 亦都是了解自己身體的限制 我們透過這些不同的靜觀伸展 其實對於我們的身體是更加了解的 與此同時 其實當做伸展的時候 亦都可以舒緩到痛症 前後的對比 我會覺得 除了我更耐心去對著不同的個案 學生之餘 我對比就是 我自己都提升了自己的覺察力 留意到自己什麼時候 身體出現了一些可能一些警號 這些警號可能是鼻敏感 令到鼻子不舒服 都可以讓自己留意 給了一個時間去休息